基奈建設在出了事之後 有沒有要負責呢 除了被罵說 他省飲了72小時之後 他其實開了記者會 還自己說 哎呀 我對住戶多好 我還一瓶給他換一瓶 這裡頭有多少貓膩 而事實上 他是不是又想 再從核件裡頭 再撈一筆呢 特別是竟然爆出 在他們的 應該說自救會的群組裡頭 有埋 暗裝 好 自救會有群組嘛 據說群組裡頭呢 是不是有可能會有 建商的安裝 因為群組裡頭有人 跟這些自救會的住戶說 哎呀 不要去簽 那個扣押 統議書啊 趕快把核件書簽一簽 對 那這次 接待建設的一個危機處理 可以說不及格 因為一開始發生事情以後 董事長跟總經理 兩個頭人竟然哩起來 找不到人 結果千呼萬喚 總經理終於出來了 他第一個 當然是適度的哽咽 這就是危機處理的 第一個標配 你一定要流淚 不然的話人家會覺得說 你不然可以笑嗎 當然不能笑 然後情緒非常激動 而且金句連連 你看我這個時間裡面 不是在七十二個黃金小時嗎 我最主要我在處理 第一個我要處理重要的 A的問題 第二個我要處理觀眾的問題 我先打個叉 他說我有神隱嗎 我在黃金七十二小時不出現了 不好意思 在房子要崩下去 那有什麼黃金七十二小時 分分秒秒必增 什麼黃金七十二小時 你七十二小時才去救啊 還是七十二小時才叫人走啊 當然第一個是救人嘛 第二就是要止損嘛 看金錢要填什麼東西嘛 結果李四川他是很 他是曾經處理這種危機處理的人 他說來來來 你來跟市府協調 我們現在最主要是安置問題嘛 聽說他不會接他的電話 沒有 根本就 幫照的 幫分照 另外他都卡電話 都沒要接耶 你看多苦喔 那叫什麼黃金七十二小時 現在市長就說 市長說這樣好 你若是不處理 我跟你說 你以後在台北市 認好這個工庭你就不可能 這樣還不怕 新鎖都來 這個工庭都提供 都來新鎖 夾購六千萬 這個時候才出來 這個時候他就看一個聲明 說我沒有負責 負責在哪裡 沒有距離 他說拜何見 一邊換一邊 他是不是還要再撈核建材 什麼叫一邊換一邊 你告訴我清楚 是時評還是虛評 對 他現在 照顧 我們現在最重要是安置嘛 結果他發的聲明裡面 完全跟安置都沒有關係 他說來 我告訴他 我們現在 我們這裡的政府都是可能 我們現在的建築 以後我們來核竊 一邊換一邊 在一起都給一個僑位給你 如果市政府 市長的閉塑 如果有僑過 我們就叫閉塑的閉塑 一邊換一邊 一般他們這種公寓房子或老房子 都來 但是裡面有兩個貓 你不可以跟第三個說 所以我 如果是受害的一個 受害婦 我記得他簽了 我可以跟我們太太說 也不可以跟我們兒子說 第二 這個合約可以單向取消 那可以簽 單向可以取消 沒有任何理由 這就不用簽了 而且一邊換一邊 我告訴你 一般他們這種公寓房子或老房子 那是食品 以前是食品 三十邊嘛 你現在一邊給我換一邊 現在的公設可以到三十幾趴 四十趴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現在很多房子 他的平數是連車位算在裡面 對 我也可以灌車位的平數給你喔 對 所以說律師傅在說嘛 到底你是十邊或是一邊嘛 你如果是一邊是一邊 差三十六趴以上 對啊 第一 這個平數萬人 他如果有 他如果有企業的時候 就是說有多給你對不對 有企業你到時候叫我付錢 那你本來才三十五邊 阿冠你本來三十五邊 我現在給你三十七邊 那兩邊你要付錢 這裡面都不太清楚 所以說目前來說 大家那個支付很棄 出去的時候他就聯絡一個 大家有一個LINE的群組 叫做自救會群組 但是自救會群組裡面 竟然有Sakura你知道嗎 Sakura是營火 做喬是喬尾 Sakura就是怎麼說你知道嗎 日本五萬塊 他現在想一個 那個先祉的五萬塊 那個補助嘛 本五萬塊的時候 不要不要 我要看 你們喔 我們要簽那個異相書 核建異相書 不要簽那個委託市政府去 賈客壓 哪個委託書不要簽 但你也好啊 你不要吃苦 他的藥會對你好 結果 主婦主婦就關鍵你知道嗎 結果禮拜那天 他就派他總經理的助力 出來要協調 裡面腦袋在死 主婦說 你叫那個 有辦法付借的人出來說 你沒辦法代用的東西 都沒辦法說 結果 到目前來說 房租的問題 未來三年 要怎麼補作的問題 現在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東西 現在主婦也這樣 好 完蛋 嚼嚼 都已經亂掉了 那主婦說 你在幹嘛 那主婦說 你在幹嘛 那個 他就說 你不要給我耍流氓 反正喔 我一樓已經變得了 是啦 現在有人在說笑話 我曾經去高雄英國 有人說笑話說 你們台北市 那他就要買二樓 二樓可能有一天變點面了 你不要變成面 誰會 那我們看到 記久會的現場 總經理說 哪有門神 我都不認識 怎麼會有門神 來 鐵鎮鎮的事實 據說他的設計 監造是同一個量 而且這個人呢 叫做王德昇 過去 來 王德昇是誰呢 前台北市建管處科員 這不是門神嗎 這是什麼 基態建設 負責人是陳世民 不過他的設計人 跟監造人都一樣 設計人是王德昇 監造是王德昇建築師書所 這個人又是台北市府的關係庫 這不關 你說這在騙什麼 總經理不是門神 這個就是高嘉瑜就爆料出來 就告訴你說 這個有關係嘛 就是那個董事長負責 那個就是公司負責人 那個陳世民嘛 對不對 對 他是馬市府時期 那個都市計畫委員 這個不是門神是什麼 對啊 你說那麼早以前 他們那天第一天 就被人家爆出來說 民國七十幾年就有一個 曾經在市府 那個時候 李四川來講說那個人很久以前 我沒看過 好那沒關係 現在這個王德昇 這個王德昇說什麼 他是台北市建管處的科員的 他是負責什麼 他負責出具那個安全證明的 你知道嗎 這個負責安全證明 現在大家比較質疑的就是什麼 你求援兼裁判 因為你現在整個公司的那個建築 也是他 對 因為現在起照是基態建設 對不對 那承照是服役營照 那監照人就是王德昇建築師 你現在求援兼裁判對不對 這求證 旁證都我的人 所以這個求 怎麼打他怎麼負責 對不對 現在問題就在於這邊 那是不是門神 那當然就是你想說你中間有什麼 有什麼勾結 大家只是說你曾經 就是曾在那個市府裡面擔任過 對不對 你很熟悉裡面的一些作業程序 很了解這些東西 可是我說實在話 這個是讓人家難以避免 你現在要開始清查 而且我說實在這個陳世民 我說真的 他第一天出來 不是講了幾分鐘 講完之後就說 我是董事長 就快閃了 說完好像不輸 好像很阿殺的對不對 問題是董事長是幹什麼 你要負責整個公司盈虧 跟公司的整個那個虧損跟賠債 我告訴你 董事長是沒事情的時尊 太平盛世賺飽飽 那有事情要讓人抓去關 那個人叫董事長 現在死掉不就不用抓 沒有啦 沒有事情 這個要追究 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是你董事長任內 你不是說你死掉你就沒事情 找不去 對 你找不去 而且盛世可能要進管 所以現在死掉是未來的 善後重建跟他都沒關係 對啦 善後重建的話你就跟新的 你跟總經理去喊 以後有什麼司法審判 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那我去關 我去坐牢這樣 負責人嘛 對啊 因為這個陳世民 已經不是第一次出這種包了 所以我上個禮拜 我在其他節目我就講過 黑利水很多 對 你應該要吃虧 沒關係 他召喚一召怪事了 沒有啦 不是召怪事 他不是也吸金案 然後他朋友告他詐欺 對啊 對吧 所以他那一天出來講說 我一定 我們負責到底 我跟你講陳世民 當時就是在大陸有一塊土地有沒有 他去那邊說保證獲利 吸金好幾億 有十個人告他詐欺 後來檢察官 預令他兩百萬交保 你知道他幹什麼 他在跟檢察官 跟法官劃牌牌 他說兩百萬我拿不出來 真的拿不出來 對啊 所以我就說兩百萬拿不出來 跟法官劃牌牌 我是賴清德 預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長何友宇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歲了 祝三立新聞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